我記得有一條片是講 怎樣可以開心 怎樣可以快樂 是根據我的經驗 或者我身邊的朋友所得的一些看法 我是說 如果你能夠讓自己有空閒的時間 做到一些喜歡做的事情 或者你會容易找到快樂 但是快樂呢 其實都真的很難找 我們甚至連什麼是快樂都不知道 只不過是有些時間的話 我們會容易一點去知道 但是可能 你有很多空閒的時間 你還在想 到底我什麼叫快樂呢 可能很容易被自己轉去牛角尖 最近我發覺 原來 不要讓自己不開心 這個是可能容易很多 然後我再在想 那到底有什麼情況 或者有什麼事 會令自己不開心呢 譬如你忘記了 或者你大頭黑 你留下了一些 譬如我留下了一個咪 在平時上課的地方 然後第二天去拿 你會有這些事 是會不開心的 有沒有搞錯 或者萬一不見了 那怎麼辦呢 可能不小心打爛了一件事 或者是 弄不見朋友的一些事情 會這樣 這些情況是因為自己而起 這種不開心 其實很快就會 沒有一件事 可能快一覺就沒事了 但是如果有些不開心 是跟其他人有關 可能是某人跟你說過一些事情 或者某人做過一些事情 那這些不開心呢 是會令你記很久很久 可能是 不是記一兩天 可能是幾個月甚至幾年 或者是整 可能是整十年 會是這樣 別人做的事 令自己不開心 通常都是覺得對方是不對的 對方所說的事不對 對方所做的事不對 對方沒有跟你設想 你覺得對方如何如何 這些不開心是會記很久 你問這件事是不是好的事呢 其實是會令自己的包袱 一路一路去增加 這些包袱是會很影響你的 對人的看法 心情 你會慢慢地發覺你的肩膀越來越重 一說起 某軍幾年幾月幾日 所做過什麼事 可能說到很激動的時候 你還會哭 可能你會說不是啊 我已經沒事了 我沒有再去想這件事了 如果真的的話 你再說回同一件事 而他會令你激動 會令你哭 很明顯那件事 是並沒有離開你 如果一個人帶著很多這些 不開心的經歷 就算他有很多空閒的時間 去做很多自己喜歡做的事 去拍照 去買東西 去逛街 去看電影 這些不開心 始終會佔據你的心思 是越來越多的 人就是這樣了 你開心是會比較短暫的 你不會真是 不會真是很長很長的 但是呢 你要去保護自己 你就會對這些不開心的事 記得特別深刻 因為你不希望再去遇到 很多人所選擇的方法 譬如陳泰文 做過的事令你不開心 你選擇做的方法 除了是 不久去想起他做過什麼之外 你就會捉起一道牆 去 好像保護自己 讓自己不要再跟陳泰文 去有任何的接觸 你覺得這樣就是保護自己 你好像是保護自己 但是同一時間 陳泰文對你做過的事 是沒有 是 你會一直記住的 我不相信這件事 是會令到你 開心 不是一個真是保護到你的方法 網上很多影片說 要放下 無論哪一個人 就是 你想起 你對你做過的不好的事 說過的不好的事 你要放下 你要原諒他 你原諒那個人 不是為了那個人 他所對你做過的事 說過的事 是會 一直都在這裏 我不說那些事是錯的 怎樣才 他所做過的事 說過的事 你會一直在這裏 但是 你去原諒這個人 不是為了那個人 而是為了你自己 你是為了讓自己心裏 不要有大大小小的刺 這些刺是會令你 是會很阻礙你去找快樂 所以你必須要去 用原諒這個方法 讓這些刺自己消失 要怎樣才能做到放下 應該是這樣問的 要怎樣才能放下 其實很簡單 原來我們承認 一件事就可以了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不論關係是朋友 夫妻 家人 上司 下屬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是 沒有必要去分 對錯 因為我們一說對錯 其實是一個 是黑白的觀念 但是 我們也知道 人與人的相處 不是非黑即白 不是非黑即白 而不是意願去分 既然 不是非黑即白 那即是 在 你覺得對的 做法裏面 可能也有一些點 是不對 其實應該這樣才合理 人與人的相處 是不會有人 對錯 會有人錯 你要承認 你要承認 你有一小部分 是做得不對 你是對不完 而我覺得 這個呢 就是放下 的前提 你必須要承認 自己都有錯 然後 才可以放下 如果你是帶著自己 我是對錯 我原諒你 這個是一個很不謙虛 是一個很 自大的一個想法 以為自己是誰 是聖人 你是 神 是可以完全沒有錯 既然你不是完全沒有錯 那麼你是 你是以什麼 以一個什麼心態去原諒的人 如果你是承認 自己都有一丁點 是做得不對 的話 這樣就好了 對方有不著的地方 你自己也都有不著的地方 請你不要只看到對方做得不對的事 亦都是想想你自己做得不對的事 你亦都是 你需要 你需要去 得到其他人的明白 得到人的體諒 如果你所重視的 是人和人之間的相處 而你覺得對方不是一個壞到頂 壞 即是 窮凶極惡的人 如果你和他都是有過很長一段時間 或者是朋友 是同事 甚至是家人 你必須要去承認這件事 你是對不完 對方是錯誤的 我在想回 這幾年 我想 我沒記錯 好像在影片上 略略和大家說過 從前 在樂團 是試過和聲部的首席 有一些 鬧叫 我想我沒有很詳細去說 發生了什麼事 我不知道這一刻我會不會說 但是 簡單來說 這個聲部的首席 就說我一樣東西 我就是不同意 而我亦都因為 他和我講話的態度 都很 很直 不是一個很客氣 應該這麼說 不是一個很客氣的情況之下 去說 可能是他自己都是很 很猛烈 很不耐煩 就是為什麼 我坐在他後面 但是我做的事 我的拉法和他這麼不同 他為這件事 是很 不耐煩 就回頭和我說 然後我就說 我不同意 我都不怕 很老實和大家說 他告訴我 你呀 如果是這樣 後面的你的同事 他會很受你影響 我說我 我說我已經很努力做了 然後他會說 那你要再做好一點 然後我就說 你自己都沒有做好你的本分 我 激到這個聲部首席 被他出現了 當然我也要負上這個 頂撞 上頭的後果 讓 總監召見 他問我 發生什麼事啊 實在他亦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就告訴他 他就說 你的態度是問題 我又有這樣的反應 但我說是因為 是因為他說我沒有盡力 然後呢 我的老闆就說 那他的人是怎樣的 大致上的對答就是這樣 因為我現在過了這麼多年之後 我在想 葉兆熙 其實你是不是真的對 你會承認自己不是對 但之後你會立刻去說 因為對方怎樣怎樣做 所以你才會有這個反應 你始終會看 別人做得不對的那一部分 你自己做得不對的那一部分 你總會怪是因為對方不對在先 所以你才會這樣 我猜 我們人人可以嘗試 不要 有這個反應 是因為對方不對在先 所以自己才不對在後 這個次序不一定是這樣的 這個次序可以是 不說對方不對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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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個不對在後 這個不對在後 不對在後 就完了 而第二步 嘗試一下 去 噴後幾步去看這個不對 是不是真的 很輕描淡寫 就是自己的不對 我們如果經常去用一個態度 就是 噢 對方不對在先 所以你才會有這個反應 那對方也是會用這個 邏輯去看 因為你不對在先 所以我才有這樣的反應 然後你又會去再想 因為你又怎樣再不對在先 所以我才有這樣的反應 因為你從來都沒有做得好 所以我根本看你不順眼 所以我都不用給你面子 所以才這樣 然後對方又會一直在說 因為我看到你的眼神 我看到你的臉色 你一般都不是很尊重我 你既然不尊重我在先 我也不會使對你怎樣客氣 講到後來 你都不知道 哪一個不對先 哪一個不對後 所以 方法就是 不要等這個東西 無限延伸 無限追追追追追追到去 追到去都不知道在哪裡 就這一刻 我這個反應 真的不對 如果可以的話 我會回去從前 跟自己 跟幾年前的自己說 喂 葉兆熙 你不要先說這麼遠 你遷就這一件事 是否不對 你答我 是否是不對 是不對 是不對 停 夠了 承認你這一部分 跟別人說對不起 誠心跟對方說對不起 你誠心跟對方說對不起 不是為了對方 是為了你自己 如果你想 如果你想 如果你想放下 一些包袱的話 你必須要 第一 承認 第二 跟對方道歉 我現在是會 是這樣看的 近幾個月 是在我身上發生一些事 我覺得 承認 沒什麼大不了 我很虛心 是 對不起 我做錯了 我令到你 舒服 對不起 對不起 不是打短訊 不是在Whatsapp 對不起 對不起 整個emoji 以笑遮醜 對不起 不是那種 是真的 看著對方雙眼 對不起 我令你 不開心 你做了這一部分 我相信 你做了這一部分 我相信 第一個 覺得好過的 不是對方 而是你自己 你會發覺 原來可以放下 放下 我相信 如果多些人 是可以 承認 勇於承認 這一部分 是真的 我做得不對 就是承認了這一部分 是會開心很多 就是為什麼 身邊這麼多人 不論他們是夫妻 認識了很久的朋友 甚至是家人 都會 可以 生氣人生氣這麼久 很累的呢 整年不聊天 很辛苦 還要是 兄弟姊妹 說十年不來往就不來往 是否 真的有什麼大不了的事 都不是 有些事情 發生了 然後 姐姐跟弟弟說 哇 幸好那件事 不是發生在你身上 如果不是 你跳 這樣 很難聽 我現在自己說 都覺得很難聽 剛好那個弟弟的性格 又是 不是說得笑 她的心情 當刻又不是很好 嘩 那她真的會很生氣 然後生氣 到幾年 都不說話 和這個姐姐來往 但原來這個姐姐 是一直照顧過弟弟的 那個弟弟 出生不久 她的媽媽就不在 然後這個姐姐 就 一直大大 這個弟弟 但是就是因為 這個姐姐說了一句 有心好 沒有心好 說笑好 不說笑好 就是因為 這句話 是生氣了幾年 大家在 兩子弟裡面 是有介體 真人真事 我不是很擅長 去作故事 但是真人真事 真人真事 只是不說是誰 你看那一部分 對方說過這些 你看這部分 看得這麼重 然後就看對方 和你做過多少好的事情 多照顧你 你就 你就好像抹殺了 人人都會有錯 人人都會做錯 會說錯 你去承認是應該的 我想在宗教裡面 如果你是信耶穌 我自己也沒有信 他會說你是有罪 就是 罪人 用一個 角度去理解 就是說 你不是很適合 你其實都需要 別人的原諒 你其實都是 需要別人的寬恕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有什麼資格 去說 這個人對我做這些 說過這些 我不寬恕他 我不原諒他 你有什麼資格去這樣做 而這樣 去承認自己做得不對 的 這件事 我也是這樣說 我也是這樣做 我不是在一個很高的位置 去跟大家去說 我做得很對 我絕對不是 但只不過是 這幾個月裡 我自己一些體會 你必須要先承認 自己有這些問題 不是去貶低自己 不是用這個角度去看 而是 用一個 幫助自己的態度 是 我也是做得不對 我真的做得過分了 我並沒有適合 我並沒有適合 我甚至 如果這件事是100% 全對的話 我甚至沒有適合到99% 我甚至沒有適合80% 我甚至未必有70% 對方說的 他的指責 他對我的評價 其實都說中了不少 人和人相處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觀感 一些看法 為什麼對方會 覺得我這樣 為什麼我自己不覺得 但是對方會覺得 這些一定是他很真實的感覺 他不會是老作出來 因為如果是跟你很好朋友 是做到夫妻 做到親人 他沒有理由真的老作出來 就算老作裡面 可能都是有幾分 真的 觀感 為什麼不可以嘗試去 承認呢 嘗試去接受對方 這些評價呢 會不會 曾經有人說 你真的是一個很自私的人 你真的是一個很自私的人 你不想對方 OK 深呼吸 你未必需要在這一刻 做到一些 很大量的 反應 我完全是 很開心去接受 你未必需要做到 但是當你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你嘗試去想一下 嗯 嗯 可能自己也真的是自私 不是 不是 小小自私 可能自己真的是一個很 很自私的人 他沒有說錯 我 我以為 是 為對方好 但是原來是用 一個 我自己的方法 去為對方好 而對方感覺不到我 這個方法 去跟對方說 誠意 跟你道歉 請 你不要 有 東西是放在心上 我那時候說的 說話是令你難受 很對不起 但是 你是我 生命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人 我是很希望 去 收回 之前 是令你不開心的 事情 我知道我做不到 我知道 說了出來的事情 是收不回 我也不知道 有些什麼可以做 但是我只是想 讓你知道 這一刻 我是為我當時 說過的事情 令你的不開心 是 道歉 對不起 你說得對 我那時候不承認 我是一個很自私 很自私的人 但是 當我 退後幾步 去看 是 我是 有這些事情 我其實 真的很自私 而我不僅 沒有承認 自己的自私 我還去 怪 是因為你做了什麼 所以我才自私 這是我 第二件事 令你不開心 我現在是 承認了 我 我是 再跟你說 對不起 我不希望 你是 因為我的緣故 是令你心裡 是有一 兩條刺 兩三條刺 而這些刺 是會一路變大 我不希望 是這樣的 所以 我和你同意 我很希望 你可以 嘗試 慢慢放下 我相信 當你這樣說完之後 你還可以怎樣做 你承認 虛心承認 向對方 親口承認 你自己 做過的事 的不對 你已經是很坦蕩蕩蕩的 你再 會 去 做同樣 一些 不好的事 的可能 是已經很少很少 對方 你也不需要對方 在這一刻去接受你 但是在你這一段 你已經可以的事情 你都做到了 你和對方說 承認自己的什麼 而你用你的行動去 去慢慢去改 你也都去 是不是 你不是只有空口說白話 你真的會做出來 當你的應該做 能夠做 能夠做 都做了 我覺得 你會 這樣 你才可以放下 這樣你才可以放下 你沒有再去執著 對方 某某事情 做錯 是不是 你心裡沒有這件事 你沒有去再想這件事 就是回到我工作上的例子 我就是 承認 不對 所以 這件事 我相信 我應該沒有起之前的影片 是跟大家說的 在最後樂團的那一天 就是現在 上年 2022年的 8月27日 是最後一天 最後一場表演 正式 是我以樂團團員的身份 去演出 我在拉園的時候 我是主動 去走去 這個 聲部首席的面前 大家還沒有入台 還沒有入後台 在台上 是走去 他的面前 然後我跟他握手 我說 多謝你 Thank you 我說 保重 對方的反應 出乎我意料之外 他本來是很惡嚴 一秒都不用 他是 他跟我說 Thank you take care 不單止我自己那條刺 是解開了 我相信對方 就算是隱隱的那條刺 他其實也是解開了 那你說 真的很好 有什麼大不了呢 跟生死無關 有什麼大不了呢 對方用髒話罵過你 你又用髒話回警 但是 有什麼大不了呢 所以 我是很 刻意去給自己 帶著一些不好的心情 去離開 一個 一間公司 一個組織 一些 其實大家都是 有緣分 一起工作了 共事了這麼久的 一個 一個地方 很希望 我不希望自己是這樣的 大家可以看回我那晚的 就是在IG 總之 完成演出之後 還有這個 拍了一條很短的影片 人是很輕鬆的 誰穿誰不穿都算 這是一個過程 你要去承認自己 做得不對 你要放下 是一個過程 但是這個過程 是怎麼開始呢 就是 你不要再去說 因為對方做錯在先 你沒有這個念頭 勇於去承認 大方一點去承認 明明把 明明 錯 佔 多的是 對方 你把對方的錯 都承認 這個 就是一個開始 有些指揮 最厲害的指揮 或者我 我覺得功力最高的指揮 其實不是他的指揮技巧有多厲害 而是他會把 團員 或者某些握手的錯 都覺得 其實都是我的問題 都是我的問題 所以才會令對方 拉得不舒服 或者是怎樣反應不夠快 一定是我的問題 我想很多大人物 他們都是 會 將 這些錯 是 歸咎自己 如果團員 是 見到 明明自己的拉錯 但是 不單止 指揮沒有去 說 為甚麼 為甚麼拉成這樣 你肯定沒有連琴 你又不專心 而 是 是 是我錯 是 我的練習實在太悶了 所以大家才 如果遇到這樣的指揮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 勃心勃命呢 所以 大家 不妨 從 現在開始 多些 去 想想這幾件事 想想放下 承認自己的錯誤 承認自己的錯誤 不要 去 說 誰誰有錯在先 這件事 要 由今天起 不要等了 不要等到明天 由今天起 抹走了它 因為這個有錯在先 對方也會 懂得這樣說 你好在乎 跟人 的相處 你就不可以有這個念頭 很簡單的一條片 但是拍得很長 但是 希望 是 可以 給大家 一點點的 啟發 深呼吸 放下 原諒 不是為了任何人 我會得知你 我會得知你